2011年10月13日 两岁的小月月在佛山的一个五金城内相继被辆车碾压 七分钟内18名路人视而不见 抹然而去 最后是一名石荒阿姨 2011年8月26日 江苏如稿的一座立交桥上 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受伤 公交车司机英红兵下去搀扶老人 老人却咬定是被他的公交车撞倒的 双方各执一词 最后警方调去了车内的监控录像 才让事情顺悦时出 2011年9月2日 武汉88岁高龄的离谱老人 在散布图中突然摔倒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怎么上前服役吧 一个多小时后 老人窒息死亡 龙年新春 我先在这里祝大家心安自在 通常新年的时候 大家互相祝福 会说希望大家新年如意 但在我看来 老是叫大家如意如意 有点太贪心了 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事都能够如你的意吗 而且就算什么事都如你的意的话 这也未必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事事如意 但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那么之前那些凡事顺遂你的意思 而累积下来的那些后果 这时候一下子崩塌 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 但是说到新安呢 在今天这个社会呢 也不容易做得到 就像刚才我们片子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几件事 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中国这个社会 似乎每一个人都不太容易能够心安 比方说 假如你走在街上 看到一些有人需要帮忙 你就会想 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帮了他 我会不会反而受害 然后回去的时候 说不定你又回头再想想看 但假如有一天 那个需要帮忙的人是我呢 万一我就是小月月的母亲呢 万一我就是小月月本人呢 那到时候怎么办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惶恐之中 每一个人都觉得别的人很可疑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呢 也许会遭遇到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 于是只好自求多福 走在路上 走在桥底下 每一个人呢 都要小心翼翼 这样的状况 怎么可能心安 那么关于心安这件事情 佛教是最喜欢讲的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的佛教徒 还有很多的法师 他们怎么来跟大家谈心安 2011年12月 一场让心灵充满阳光的 佛学文化工艺讲座 在深圳举行 敬会长老等四位高僧和三位学者同台论道 吸引了将近五千名的观众来到现场 灵可以说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意识 灵就是觉悟 不要讲灵光不灰 如果我们的心灵了 我们的心灵光不灰了 我们脑下就充满阳光 我来看一下这个讲座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忙碌的生活中 而且很多人都是觉得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灰暗 刚才应顺大和尚提到这个小岳岳的那个事 也提到了那火车站的这个事件 那么当心社会 真的有些时候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有点缺德少爱的感觉 在高僧的开示和观众的提问环节中 小岳岳事件 扶起摔倒老人反要赔偿 火车站超度僧等事件被反复提起 人情冷漠和公共道德的缺失 成为众人的困惑 很多人都以为呢 我们今天中国出现一个道德滑波的现象呢 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好了 但是很奇怪 难道经济发展好了 或者说市场经济就一定跟人的道德操守 或者社会风气是矛盾是冲突的吗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应该也是道德最败坏的国家才是 可是我们看一些很简单的数字跟一些实力 比如说大家公认 平均人口收入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国家 像北欧几个国家 像瑞士这些国家 你在那些国家 你不一定感觉到人跟人之间很冷漠 他们冷的只是天气而已 但是随便你在路上跟人打招呼 或怎么样 人家都很善意的对待你 你需要什么帮忙的时候 人家随时愿意施出援手 那么我们中国只是比过去富裕了 而不是说真的达到了人人都很有钱的地步 那为什么在这时候 我们国家会出现我们之前探讨的那种种的问题呢 那么同样的市场经济 是不是也一定跟德性矛盾呢 恐怕未必 因为在很多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里面 我们看得到的情况是 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 恰恰是需要一些道德基础的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诚信 比如说对某些共同的社会游戏规则的遵守 假如没有这些规则的遵守 没有人跟人之间的诚信的话 这个经济不可能运作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难道是我们中国本身这块土壤有事吗 恐怕也不是 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有许多非常传统的智慧 这些智慧总是教导我们 要关注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一般都认为中国社会 或者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流派 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很少强调一个个人为主的 一个出发点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总是一来就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偏偏今天中国的现实 我们是活在一个彻底原子化的 每个人都尽量不想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找到解答吗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物质生活 然而却没有给人们带来同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高速与效率的现代社会里 道路上的车辆在高速行驶 都市里的人们脚步匆忙 贫穷的人为变得富裕而忙碌 富裕的人为了更加富有而忙碌 却往往忽略了心灵的追求 刘涛是寺院禅堂的一名义工 我们见到他时 他正在准备第二天禅期活动需要的物品 身着居士服装 默默整理物品的刘涛 让我们想象不到 他曾经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事业和金钱 我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 作为人生最重要的 比如说像你的事业 还有金钱 还有比如说你的感情 我在这个方面全部可以说都垮了 当时我就觉得人生已经完全是黑暗一片了 我就在想 就是说怎样去突破这个困境 然后就佛法其实是当时我的一个选择项 正是当时的一个选择改变了刘涛 现在的他一有时间就送念佛经 愣颜咒 大悲咒和普贤行愿品 都是他每天必须的功课 在这个清静的道场 刘涛渐渐放下来对事业和金钱的执着 现在开着一家微型的软件开发公司 用他自己的话说 虽然是极微型的公司 但他很满足 其实所谓的快乐幸福 这些都是相对性的 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百万富翁 突然间你因为金融危机你破产了 然后你去打工 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 你会觉得 我觉得我太痛苦了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收入非常非常低的人 衣食无着落的人 你突然之间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一个月也是同样数目的收入 你会觉得我太幸福了 所以说其实幸福快乐 是存在我们内心的一种对比 在于你自己是否有一颗 享受幸福和快乐的一颗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刘涛居士说的非常好 快乐这个东西 往往还真的只是相对的 并且它不总是跟财富相关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几年全世界各国都开始很流行 讲快乐指数 我们知道所谓的快乐指数 或者幸福指数 Index of Happiness 这个概念 原来是来自一个特别小的国家 不单 不单这个国家 它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甚至是全世界倒数几十名内的 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 但是好奇怪 无论是这个国家自己做的调查也好 别的国际组织给它做的调查也好 都发现这个国家 人均的幸福指数非常高 也就是说那的国民呢 他们不一定是很有钱 甚至有的乡村不一定通水电 但是他们活得很快乐 很开心 于是有人就说了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简单 也有人就说了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个佛教国家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怎么回事 但是由这个数字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越有钱不一定越快乐 你越穷也不一定越不快乐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别的调查 比如说像我出生生活的香港 香港这个城市 怎么讲都不叫做一个穷苦的城市 但是在很多的这种幸福指数 快乐指数调查里面 起码你问香港人你快不快乐 就发现了普遍的香港都觉得自己不快乐 这就让我想起来呢 我们去年的时候有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叫做我们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 这话呢也不能说全错 开个宝马在里头哭 好像也哭得挺舒服 问题只不过是 假如你真的很伤心 你真的要哭泣 甚至是痛哭流涕的时候 你根本就会忘记你坐的那辆车是宝马 在内刹那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宝马都不重要 因为你很伤心 求财呢我们人人都求财 比如说就像我吧 我爱钱爱得不得了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 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为什么佛教总是教导我们过分的去求财 不是一件好事呢 甚至求财本身不是好事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求财之心是来自贪欲 而贪这个东西恰恰是佛教里面所讲的三毒之一 所谓贪嗔痴三毒之一 你越是想求财 你越是贪 最后往往带来的就是非常的不快乐 比如说有时候我认识一些朋友啊 那么在我们一般人角度看来他很有钱了 那么住了一个豪宅 对不对 坐拥几亿的这个身家 但他不快乐 为什么他觉得不够 他为什么不够 是不是那几亿他真的不够用呢 并不是 而是他发现比起有一些人有几十亿的 他这个几亿太少了 于是他想要的越来越多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他得不到 他就不快乐 或者得到了 他又怕失去了 他还是不快乐 那到了最后要闭上眼 歇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他可能脑子里面想的是 家里面剩下来的这些财物 后代会怎么分呢 他们会不会抢夺呢 哎呀 他担心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还是不快乐 这在佛教里面我们就叫做苦 但是在佛教里面我们讲贪之所以不好啊 最根本的理由在于贪欲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赐料 它赐养的是什么东西呢 赐养的这个东西叫做自我 好像我们越贪的多 我们都是为了满足我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希望买件更好的衣服 好让我更好看一点 那我怎么样买件更好看的衣服呢 我就要多花一点钱 我怎么可能有多一点钱呢 我就得赚多一点 比如说我希望别人尊重我 那怎么样人家才会尊重我呢 我就觉得我应该努力挣钱 成为一个富翁 出入很多保镖 很多随从哎呀人家看了我就给我面子了 这时候我们关注的还是这个自我 但是我这个东西 在佛教来讲恰恰是不存在的 它是一个幻象 所以你越贪 这个幻象就被喂养的越大 这就叫做我值 这里是深圳的龙华镇 赖秀平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美容店 他曾经是内地的一名护士 2005年他抛弃了铁饭碗 一家人搬到了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我是从应该是2005年开始吧 自己开始出来创业 那那时候我老公还是内地的一名公务员 因为我我这颗很不安分的心 所以呢他跟着我来到了深圳 憧憬着在深圳的生活 赖秀平跟丈夫开了一家美容店 店越开越大 但事业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和喜悦 反而令他的家庭出现了裂痕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突然的累 就是他根本就帮不了我 我的忙 就是把这个平台给他以后呢 他一直就是没办法完全全身心的投入 很爱上网啊 或者是去下棋啊 打麻将啊 然后每天骗着我出去 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 结果员工自己把钱交到我手上 他还是我刚刚从店里回来 然后就因为这样呢 就两夫妻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连赖秀平最看重的事业 也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的员工不断地流失 一度呢 陷入这种 没有员工上班这种中断的状态 甚至有一次是三个员工 同时一天离开了我的店 我一直认为是我给到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不断地在教授他们技能 其实他们应该感恩于我 但是为什么我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还要走 我一直是有点想不开 想不明白 赖秀平的婚姻最终还是破裂了 辛苦经营的店也全部交给了丈夫 事业和感情上的双重挫折 让赖秀平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时常想不明白为什么而活 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有时候一生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待在房间就会想走出去 我就发现这有这样的阴雨气象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人 那发生这个气象以后 我就陷入刚才你说的那个迷茫 就是为什么要活着 我觉得活着就算拥有了再多的钱 也没什么意义 就算事业再成功 对一个女人来说 其实也不是一种幸福 2008年 失忆的赖秀平开始进入寺院当义工 最初只是在不开心的时候 来到道场排解失忆 但渐渐的在寺院的尘中目固 无提凡唱中 赖秀平从一个连怎么拜佛都不会的初学者 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心态渐渐的平和下来 也学会了反省自己 佛教徒心就是让我们反归清净的自信 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本性就是清净的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烦恼 那样的烦恼 那都是由于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外来的尘土掩盖了 一个就是自己的内心没有觉悟 所以大神佛教反复强调就是回归自信 明星就能见性 见性就能成佛 赖秀平在佛法中获得了平静 也找到了为什么而活的答案 现在他不仅自己当义工 还经常带着身边的人一起清净佛法 我现在理解说人之所以活着 是因为你还有社会需要的价值所在 而且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益这个社会 利益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样是我们活着最大的目的 因为我曾经想到 我从来深圳六百多块钱的工资开始 一直做到两万 其实在那个物质追求的过程当中 我是没有享受到这种很长久的幸福感的 那确实能幸福 那么一段时间内你会感觉很开心 但是真正让你真正的能够长期去 去感受到这种温暖幸福的时候 应该是你被社会需要 你这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 你是被你周边的人所需要的 一台迷对陶宫说 请将我做成一个小小的陶宫就好 人人都求大 何独你求小 因为小好过大 怎么说 因为小气一赢 大气老是不满 一年年我就满足了 哎 我老是不能满赢啊 适当的财富 让你足以行走在这个社会上 而且让你还有不断去追求的欲望的时候 这种生活的动力是恰到好处的 当你所现在拥有的财富超过了 你本身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不断的去提高你的贪欲 让你陷入痛苦的深渊 与赖修平在逆境的时候 接触佛法不同 池二华是在顺境的时候 接触佛法的 他是香港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 同时也是一名佛教义工 今天是周末 他一大早就来到了寺院 以前在我没修佛之前 我就感觉我的亲人就是我最亲的人 他们受到任何的委屈和冤枉的时候 不管是说对与不对 我都会去坦酷他 会以个人的感情为主 去分析和辩论一些事情 佛陀当初在证悟真理时 第一句话就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也就是说 在佛的世界里 一切众生皆平等 对待万物不应该有分别心 但由于人们习惯于用分别心来看待事物 平等心难以确立 志爱华告诉我们 他以前觉得亲人是最亲的人 但接触佛法以后 对亲人的分别心少了 对众生的平等心多了 以前比如说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帮助更多的是自己的亲人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感觉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能帮助别人更多一些 就是把这个经历和经济 投入到一些更需要的地方多一些 少一颗贪欲的心 多一份知足常乐 少一颗分别的心 多一份平等慈悲 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佛法其实就是一种活法 它不在佛经上 也不在寺庙里 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吃饭 睡觉 养花 喂鱼 无一不有佛法 从身体的一言一行 到工作生活 都可以融入佛法 佛法就是一种活法 一种什么样的活法呢 一种觉悟了的活法 一种奉献了的活法 是吧 我们要活在一种奉献的 奉献的这个精神之中 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 个人的这个利益 是吧 我们要活在一种责任 义务之中 而不是活在一种权力之中 我们要活在感恩中 而不是活在怨恨中 是吧 所以这个这样一种活法就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一种幸福和快乐 也就是真正是一种非常阳光的心灵 我觉得刚才片子里面持居是讲得非常好 人跟别的人之间的分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我们之前提过 所谓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幻影 是一个幻觉 所以呢 我跟别人的区别同样也是一个幻觉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重建一个人跟人之间更加互相关爱的一个社会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认识到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根本没有我跟其他人的分别这回事 听起来好像很抽象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这个人站在这里 这个躯体是有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其实它是一连串的物质构成的 这些物质啊其实不断的在流失 也不断的在进入 比方说我们呼吸 一呼一吸之间 这个空气就进进出出 这个空气里面的分子原子 它一进一出的时候 有的留在这 有的又出去了 所以我呼出的每一口气 都已经包含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 这个一部分去了哪里呢 在大气之中 在大气之中又往哪去了呢 哎呦 它原来还会被别的人吸进去 别的众生吸进去 也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树上一朵花 接上一根草 甚至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他们某种程度上 都在跟你分享同样的空气 你吸进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他们呼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任何人都在互设互入 万事万物这个世界 无一不是彼此一纯 互相姻缘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样的角度底下 有什么我跟别的人的分别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格力一五一席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